第五题 如图二有一个圆呢 通过四边形ABCD的三个顶点 AB珠 而且呢 这个圆的半径是10 半径为10 那如果呢 脚A等于脚B等于90度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 脚A是90 脚B也是90 那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下 这个ABCD 这个形状是一个什么形呢 这两个脚90 这两个脚是什么脚 同侧内脚 同侧内脚 同侧内脚互补 所以我们知道 上面这一段A珠 跟下面这一段BC 会平行 因为同侧内脚 互补 A珠跟BC 它会平行 ABCD 它是一个T型 这是第一个重点 它是T型 第二个重点 它讲说A珠等于12 BC等于35 如果这个是T型的话 那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 这个12呢 是T型的一个底 它在上面 我们叫它上底 这个叫做下底 T型的底 那现在你要求 这个四边形 也就是这个T型 ABCD的面积 T型面积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除以2 那现在上底有啦 上底就是12 下底就是35 那高是多少呢 我们现在想办法来求这个高 这个高就是AB这一段 这就是这个高 怎么样算这个AB呢 只要AB算得出来 T型的面积就可以很自然地把它求出来 这时候我们就要利用到圆的性质 这个圆的半径是10 圆的半径是10 我们先把B珠这两点连起来 这个B珠这两点 因为角A这里是90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角A 这叫做圆里面呢 以圆里面来看 这个叫圆周角 圆周角如果是90度的话 它对的这个弧呢 这是一个半圆弧 那这个既然是一个半圆弧 代表B珠就是直径 半径是10 那B珠既然是直径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B珠就等于20 好 这里是直角A珠是12 B珠是20 那我们要求这个高 也就是AB这一段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直角三角形的勾股定理 或是要做B式定理来算AB 利用直角三角形的勾股定理 我们可以来算AB AB等于根号20的2次方 减掉12的2次方 就等于根号400 减144 等于根号256 也就是16 这个高是16 这个高是16 最后呢 最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面积把它算出来 梯形的面积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16 除以2 那先把2跟16把它约掉 所以呢 算出来是 47 乘以8 8756 832 32加5 37 376 这个ABCD 这个T形的面积 376 答案选B